几个世纪以来,北极熊独自享受着北极水域,但现在开始,它们将在夏季迎来人类的陪伴。 去年夏天,中国的第一艘破冰船雪龙号从上海经过俄罗斯上方到达冰岛。 今年夏天,中国中远航运公司拥有的货船永生号成为第一艘中国商船通过这一捷径。 它从上海到路特丹,比经过苏伊士运河的传统航线,节省了两周时间。 美国航空航天局提供的卫星图显示,环绕在北极的白色冰雪每年夏天都在减小,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开阔水面,在卫星图中显示为黑色。 甚至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同意美国科学家的说法。 非常清楚的是,气候正在改变,很清楚的是现在北部高维度地区可以通航达到100天,或者可能150天,而且这些新地区会对商业活动开放。 在俄罗斯投资更多泼兵船的同时,在最近的一个极地会议上,专家称他们看到极地通航的可能正在增长。 挪威航运公司董事长菲利克斯·楚迪已经将铁矿石从挪威北部运到了中国。 我们相信开发北部海域航道的潜力是巨大的,它会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不会是爆发式的。 2010年有四艘船用了这条航道,2011年有34艘,2012年是46艘,今年我们预期会有50艘左右。 劳森·布里格姆曾经是位于阿拉斯加的美国海岸护卫队泼兵船的船长。 我们确实看到在运输自然资源方面的对苏伊斯运河的季节性补充,我们并不打算重新改造全球集装箱的航运。 土著人领袖和环境学家担心,在高北地区脆弱环境中船只漏油的可能。 来自格林兰的阿卡鲁克林格是伊努伊特人北极圈理事会会长。 你不可以把基地当作实验室,北冰洋也不是最后的边疆,而是我们的家。 我们非常担忧邮轮通过格林兰东部和其他地区,因为在那些地区一旦出事无法营救。 但他的临坐冰岛总统欧拉福尔·格里姆森欢迎中国船只。 下个月,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中远航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在雷克·雅维克的新的北极圈集会上介绍在北边洋冰层不断融化,一条新航路将连接亚洲、美洲和欧洲的形势下,中国准备如何应对全球火运新纪元。 可能对北极熊来说不利的情况将对亚欧航运提供有利条件。